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剃发 那是真的把头发都剃掉了 当然男生短期出家比较方便了 那女生呢 就有一点不方便了 但是佛教还有一个习惯 就算女生没办法完全剃掉 然后剪一些头发 好不好 但是无论如何 那各位就种下一个未来真出家的缘 对不对呀 因为参加一个这样的法会 那佛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不急的现在 这样就好了 凡事皆有因缘 而且呢 最后众生都可成佛 因为没有一个佛会舍弃我们 因为没有一个佛会舍弃我们 所以无量无边的佛菩萨不断的视线再来 那目的呢 我有时候看看经典 好像佛都比众生还多了 但是因为众生难度 但是呢 越多的佛 成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而存在 所以这些佛不会舍弃我们 所以最后我们都可以成佛 就像那一天我们庆祝韦陀菩萨圣诞 这韦陀菩萨是贤结千佛最后一尊佛 他发什么愿呢 因为现在是第四尊佛 释迦牟尼佛 第五尊佛 弥勒佛 但是韦陀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他就这样发愿了 未来我第一千尊最后成佛 凡是在前面佛破戒的 还俗的 造业的出家人 到他那尊他成佛的时候 这些人将来都可以解脱 所以这是法的悲怨 也就是说佛不会舍弃哪怕你破仲戒 他还是可以度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来参加短期出家 那各位就心里要高兴 我已经种下一个出家的音乐 好不好 各位 世间苦不苦啊 放下就没事了 但是你放不下 没关系 为什么放不下 还不够苦 杯子如果够烫一定会放掉 因为你还认为 还可以玩一下 还可以享受一下 这些金钱啊 家庭啊 人际啊 这些快乐 就像一个女生长得不错 漂亮 她就可以去漂漂亮亮 每天买衣服 照相 这样因为她觉得还很快乐嘛 但是事实上 为什么佛陀要定出家呢 这个家就代表一个逼破的意思 一只租屋上面有个盖子 感情 金钱 地位 这个战友苦不苦啊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哪怕做一个最高的皇帝也是很痛苦 哪怕当你做天帝 天上的皇帝也是痛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界六道 没有一个地方是永恒不变的 你做皇帝在九 你做天上的天神在九 八万大劫 回去上网看 八万大劫多长时间 最后你还是会堕落轮回 受苦的 所以有眼光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看得很远 他不会再享受那些短暂 却最后会痛苦的快乐 有智慧的人要去爱 要去谈感情 谈的是真爱 那就是佛菩萨的爱 永不设弃众生 要让对方解脱成佛 那种永恒的大悲心 那将来呢 只要看个人你怎么去想 那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善根种下去了 就有机会 就像我今天很希望 巴黎仁波切来 来跟各位说法结缘 那你就跟仁波切结了缘 在我们佛教来看 巴黎仁波切 已经到了无声法人 就从极乐世界再来的 这种八地菩萨 然后呢 他现在又积极的想要帮助众生 进入九地菩萨 哪一天呢 这两方面都圆满了 就变成像地上菩萨 要叫十地菩萨 然后呢 所以能够这样去接近 那是我们很大很大的福报 就在他面前种下一个很好的善根跟姻缘 所以各位也用这样的想法 那么来跟出家 这个像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出家人只要穿的这个衣服 按照今年超过皇帝 对不对 因为他是出世间的福田 所以一直出家 九泉七祖进朝生 哪怕出家一天 他这个功德都没办法比喻 我师父才会说 认真出家一天 做一世的皇帝 那各位认真出家五天 好不好 做皇帝皇后 当然这个皇帝皇后不是要享受 或者利用你的福报力量 像古时候的皇帝皇后 都是为了帮助佛教而实现的 因为以他们的力量 才可以去推广 推广 那当然 经常这样的来 当然短期出家 你参加一百次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不是正式的 因为你的动机不是永远的 所以就 你是说我能够参加七天 二十一天 四十九天 所以都可以了 因为都是一个善根 所以人就是要保持这种状态 好 一百三十一 中间 持亲脱俗 这句话很严重 你要拜持你最亲爱的人 父母啊 爱人啊 子女啊 可以脱离世俗的这种神索一样 祭盼 所以 那各位这样你就 虽然你不是长期 但是你要融入这种心态 哪一天这种真出离心就显现出来了 出家之人 所以高超俗鼠表 为世间福田 他呢 他这种礼貌要超越世俗的情 所以 所以真实的出家人 所以真实的出家人不拜君王 有些君王听到这句话就服不了了 出家人不能拜皇帝国王 不拜父母 这个不是不孝啊 出家人是 是 他要成为众生的福田 好好的修行 来感恩回向父母 然父母生如等 养育恩生 如当起立 专精拜辞 你说 暂时了 放下 离开父母 此之一拜 为最后拜也 所以如果说真出家 我想各位 你本来住在新加坡 大陆 台湾 移民来美国 请问你有没有拜过 一般没有啊 牵着老公的手走吧 到美国去啊 所以 你说 这个是蛮狠的 为了爱情蛮狠的 但是 如果你站在佛教就不太愿意这么做 因为要么在家好好孝顺父母 如果要离开 也是为了众生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 这些爱情金钱 所以 等一下各位要朝牌位 我们的县世父母也好 往生父母 雷杰父母 我们今天这个出家是发菩提心 对不对 真正要去爱他们 因为为他们修行 所以后面有一句话 各位等一下要念 最好念的时候 你要念到 掉眼泪啊 流转三界中恩爱不能脱 因为有这个情爱 所以就来投胎了 就在这个家里一直滚一直滚 这个就是因为 流转在三界六道轮回 就是因为有这个恩恩爱爱 这个情 所以解脱不了 所以各位要 我们要弃恩入无为 那我们要放下世间 放下不是放弃 是我们不执着 但是为了保恩和修行 所以叫真实保恩者 我们能够放弃执着 达到无为 什么无为 就是空性的意思 空性展现出来是慈悲 所以刚刚仁波切讲得非常好 你要了解空性 万法 这个世间的一切 那你去看它 那你就知道空性了 因为你爱上这个东西 那就是没空性 因为你不了解它的真相 那你去按照佛法去分析它 这个花的存在都是无常无我的 暂时的爱情的存在 儿女的存在 家庭地位的存在 都是有违法 有违法都是生灭空无自信的 所以那有违法 倒过来就是无违 所以各位要 心里要保持在这种 无违的状态 空性不执着 不担心没有压力的状态 那没有压力还是自私啊 我们要让所有众生 都达到这个状态 这才是真正 报父母恩 报众生恩 你要观想啊 要真出家咯 就像你要去结婚咯 要跑了啊 这个时候啊 父母一定掉眼泪啦 不是你掉 因为父母舍不得你离开他 怕你受苦 每一次我们如果真实有父母在出家 一般要出家的时候 我赶快要走 你不要阻止我 只有妈妈爸爸在那边哭啊 在那边放不下 这是正常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精进 让爸爸妈妈这么苦 老实说啦 我们都父母 我们都是父母的性感宝贝啊 所以虽然他知道我们出家好啊 但是他就是舍不下 他就是真的像割肉一样 就像我们看电视 女生要结婚啊 然后呢要嫁给男人 那个爸爸哭到后面 哭在地上 他的情人要离开他了 宝贝女儿要交给他 那我想我们这个放下 是一种真爱 因为这个男女的情爱 这个妇女的情爱 弄得大家都生死轮回了 痛苦无边啊 所以要放下 我们将来才有机会来引导 包括我们累世的父母 都能够超度 就像释迦牟尼佛 就算他要涅槃 要到天上跟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 永远永远在天上 都是一直照顾的希达多太子 所以哪怕佛陀要入涅槃呢 妈妈都还在掉眼泪 所以佛陀要他的妈妈 发起了地藏菩萨的大愿 真实的发菩提心 来成佛 这才是真正的保恩 各位要多思维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真实的孝顺 保恩心呢 来修行佛法 你就 你看不到佛法的精髓是什么 因为佛法的精髓是从孝顺里面来 懂得真心的保恩 孝顺父母 然后呢 扩展到一切众生 才会变成慈悲 才会变成一种菩提心 这一点要经常意念 当然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不好啊 所以我们更要忏悔 更要忏悔 所以 因为是自己的想法的问题 彻导礼佛 毛法等者虚患不死 当早生厌患脱离生死 所以各位大部分的学佛都是女人嘛 这个女人那个头发也很重要 皮肤也很重要 指甲也很重要 等等等等 这个执着 现在男人也很喜欢这样 要去运动 对不对 要有肌肉 然后要来显现这个外表 事实上这些都是虚患 痛苦 不永恒的 各位要放下 要早生厌患 你脱离这个肉体的执着 外表的执着 感情的执着 才有解脱的一天 那你了解了 你才可以把这个解脱生死的方法 告诉众生 所以三世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 绝对不说 在家成道 各位 出家成道 是佛的视线 出家成道 历代祖师何者 行然度人 历代祖师哪有一个是 带着老公老婆去度众生 真正的佛教 度众生的这些祖师 一定都是出家人 所以佛佛 授手 足足传心 每一个佛 每一个佛 这样传承下来 那是历代祖师 这样的告诉我们 不染四元方尘法器 不要污染执着在这个世间的各种因缘 才能够成为佛法的修行的法器 这样才能够真实上报 世从之恩 父母祖先 众生 国家 三宝 夏季 群生之苦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想 然后呢 希望 我们所写的牌位祖先 受苦者冤亲在主 因为我们的精进 更发心 他们超度 所以各位 今天已经 以辞 君庆 所以离开了这个 国王 乃至争权夺利 也离开了世间的爱然 六亲眷属 拜别父母 龟头三宝 这个龟头三宝 好像是 听起来好像是离开世间 不是 三宝是为世间存在 佛是为众生存在的 只是 这个存在 不是我们的无名 爱然 而是用一种真爱 去爱 父母 去爱子女 就像我自己 各位都知道 我 我爱我儿子 真是爱到 很命干子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甚至说 儿子是我的生命 但是 我出家 除了对我父母的保恩 感恩我太太的照顾 更是 我发愿 做我儿子 生生世世的 生命的老师 做给他看 我不用跟他讲话的 那 反正呢 他随时会知道我在干什么 做给他看 希望他了解 生命的真相 所以 这样来 龟头三宝 真正为佛的弟子 这句话最重要 佛的弟子 要用佛的想法 来做事 所以 故 如 应当 端身合掌 至成做官 礼拜 十方父 所以 我们暂时放下 现世的父母 然后呢 龟头三宝 所以现在念的这个很重要 龟一大世尊 为什么 能度三有苦 这个三有 就是三界六到二十五有 所有众生 我们只要真心的 龟头三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这个听起来 大家都说 对啊 问题做到的很少 大部分的人 在修学佛法 还是用自己的想法 才评判佛教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所以迷迷惑惑很多 这个佛教 就当做一种知识评判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各位以后 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 真心的跪下来 念佛 还是坐下来 把自己的想法 一切交给佛陀 就像交给观音菩萨 你一定脱离灭 不要迷惑烦恼 我劝各位 除了拜佛 要多看经典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不看经典 你不看经典 你就没有跟佛陀沟通 经典是佛陀亲口所说 看经典 看不懂 对照论 然后实践戒律 可以了 不但如此 意愿诸众生 不但我们这样 归头三宝 当愿所有六道众生 普入无为热 你只要归头三宝 你就可以 就像你归头阿弥陀佛 会不会是极乐世界 十方诸佛 你只要有信有愿 你就可以进入那种空性的 慈悲的快乐 所以我们这样的短期出家 乃至发行长期出家 当然不是说今天才拜 我认为 特别我们出家人 要天天拜 而忘了 千万不要忘了 要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不能忘了 我们修行的动机 所以要特别感谢 我们法灵士 罗拉伦波切 上师的慈悲阿 哇 这么庄严的道场 这么庄严的佛像 乃至十方诸佛 祖师大德 护法善神 都在我们头顶 各位 你这个一拜 是用你 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 是从 一切一切 从今天到敬为来即的生命 一切一切 包括你的心 皈依 好不好 皈依 那你有了信心 什么问题都没有 因为佛是不可思议的 法力无边的 释受一切的 还有什么好烦恼呢 就像地藏王菩萨 光目尼婆罗门里 啪摆下去 为了求他的妈妈 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受苦 你看 这样一拜 佛就会讲话 以佛力引导他 去看到地狱 他妈妈就超度了 但是看了什么 原来这么多众生 如他的母亲在受苦 他就发起了真实的菩提心 那有什么问题 那别人拜佛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信心不够 他这种孝顺 这种信心 所以他自然得到感应 我想这个部分时间呢 重点在心态 再来这个香汤灌顶跟落法 我们一起圆满 所以呢 我先把后面落法的 碾一下 善男子善女人等 这个时候 种种因缘具足 此乃旷解多生之善因 就像我这一辈子 绕了一大圈 什么都去做了 好事坏事 什么因缘都去接触了 我才知道说 哎呀 我是为了出家 为了孝顺 报恩而来 那个时候 心里非常的欢喜 很有力量 死都甘愿 当然 当你有这个想法 问题是 后面 很难解决 父母对我这么好 兄弟姐妹 太太小孩 家庭事业 社会关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拉扯 但是也觉得过去浪费浪费了 所以 哄哄哄哄的 这样再过 终于能够有机会 种下一个善因 累结的善因 就像汽油碰到火 砰 突然就起来了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出家 所以这也不是 这辈子或是今天 这是累结的因缘成熟 所以非今朝偶儿子侥幸 所以 你 敬畏 敬畏 如等 下回有时间 你休息半年 你一个光头 你可以短期出家 晃来晃去看习不习惯 不用再化妆 你看多快了 试试看 所以 那今天就这样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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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拿一张卫生 就可以一剪下来 那这个头发 就可以纪念 我剃过头 我剃过头发了 然后 希望哪一天真实能够落法 对不对 真是多伟大 多么放下 多么自在 你解决事情的事情 永远解决不完的了 这个世间这么烦烦恼恼 只要让你看到空性了 而不是解决它的 所以 尽力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样念的是两段 善哉大丈夫 能了事无常 舍俗 入泥环 所以 不分男女的叫大丈夫 能够了解世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 所以 钱也带不走 爱情也不是永恒 健康也会生病 做高位也会下态 有生病就会死 各位要多思维 一定要把这个 看世间来想这个法的道理 你才会知道什么 就要慢慢的了解 所以舍离世俗 走入解脱 尼环 甚至 稀有难失忆 所以这个水一点下去 等一下 你们都有水吗 这个水一点下去 就等于你烦恼洗干净了 好不好 这样就洗干净了 帮各位浴火 浴火 我觉得基督教也不错 整个把你泡到水里面 受洗 所以 这也是个 让你记忆深刻 所以他们受洗 所以他们受洗 让人家一辈子都觉得记忆深刻 他在受洗 这也是个方法 再来 翻过来 是 当剔除 一点点头发 或是男生 他们有剔度 要念这个毁行守自洁 我们要毁掉对外表形象地位的执着 守了一个解脱的志气 一个菩提心 所以当下割爱无所亲 这句话最重要 一般人说无所亲 他可能要去自杀 我的亲人在哪里 我的爱人家庭在哪里 事实上那个只是吸毒中毒一样 太痛苦了 哪有放出来的狗说还要跑回去的 大家都想要脱离监狱的 但是没办法 监狱有出狱的一天 男女的情爱没有放下之气 了解吗 还跟你约好 下辈子继续见面 黏在一起 吵架一辈子 所以 但是 今天各位要放下这个心 好不好 割爱无所亲 变成慈悲 对你的家人变成慈悲 弃家红圣道 放弃世俗的家 让自己的生命去弘扬佛法 弘扬真理 承担如来家业 愿度一切人 要发愿度所有众生 好不好 下回我们短期住家 再过几年到非洲版 傍晚到俄罗斯版 好不好 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要跟每个地方的结缘 都结缘 当然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办 一定到那个地方结缘 不然还去不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八戒了 但是呢 就会想尽办法 那我想各位经常的在佛前发愿 希望哪一天自己能够体悟到空性菩提心的道理 再来呢 有因缘 真实的出家 这样 当然这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你已经体悟到了世间轮回的苦 而生起了处理心 而了解了空性 而生起了众生 体悟众生父母苦的悲心 而愿为众生 学诸佛菩萨一样出家的菩提心 那这个时候啊 希望现世来世都可以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大出家的意思 那 你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 正入空性 大悲不退转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意义 就非常有意义了 在轮回的过程 众生在苦 但是呢 你虽然在轮回 好像也苦 但是你心里可以超越这个苦 这个叫空性 然后呢 不怕痛苦的 去奉献自己的生命 去奉献自己的种种的能力 这个就是佛陀 示现给我们看的生命 所以 我们福报再大 都没有佛陀福报大 但是佛陀 示现这样 出家 修苦行 成道 度众生 示现涅槃 那各位把这个 种在你的 意识田里面 成为你的愿 所以刚刚念的